現在來看看超音波機木的部分喔 我們剛剛反正硬體的部分我這裡也弄好了嘛 對不對 然後呢 這裡有了 你都一定要先確認一下 那好了之後呢 現在我們就準備來把它加進來 那因為要借助一下燒邊 對不對 我才是讓它側的距離啊 我就從這邊一樣的 我把這個機木稍微放大一點 來 傳感器 可是呢 我現在右手邊 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顯示文字還記不記得我們有網頁互動區的 那正式機木裡面啊 如果你選擇的是顯示文字 左手邊這邊就只有顯示文字這個機木而已 那如果你切換到像我們剛剛那個點擊燈泡 有沒有 這邊就只剩點擊燈泡而已 所以正式機木跟模擬器還是有一些不一樣 還是有一些不一樣齁 好 那我現在這樣我就來告訴他 麻煩他要顯示 可是要怎麼樣 先把我超音波 是不是要先執行 這個 先把它丟出來齁 然後我告訴他 請他把超音波偵測到的距離 所以 是要放在這裡面 那我們就實際 測試看看 如果你有抓到素質 有沒有這樣子抓到素質啊 是 有這麼近嗎 來 我就弄個東西 遮住 好 就這裡 在這邊齁 在這邊 守著住 有沒有比較近 拉開 因為他的有效距離在多少 兩公尺以內 兩公尺以內 哈哈哈哈 這跟車子的還是不一樣嘛 車子可以測比較遠一點齁 因為車子比較貴啊 然後呢 你看一下 這個萬一如果你的這個 欸 奇怪 我的 好像超過一公尺 就是一百公分以內都還正常 但是怎麼樣 如果超過一百公分之後 欸 好像測不太到的 那就跟你的電源有關係 這時候你的電源可能要接到哪裡 不能接到我們這個上面的3.3 你要接到5伏特 因為這個部分老師在講義這邊有 簡報這邊有特別提一下齁 這裡 就是如果你發現奇怪 為什麼偵測都是比較短的時候 你可以把電源變成5伏特 因為我們這個超一波還是沒有那麼好嘛 所以他每個出場還是那個會有一些落差 這個稍微留意 原則上應該是0到200公分左右的有效距離 好 有效距離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先確定我們的這個超一波有沒有正常 好 有沒有正常 如果有正常的 就OK 好 就OK 你就可以實際感受一下 因為這個如來生長 就要靠你自己了 你可以用的東西把它遮住 這樣子 來 還給你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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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